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亚洲投顾林鸿巷 欢迎收听优质节目频道 赢家应对 路遥之马力日久见人心 今天是11月25号 礼拜三台国今天下跌14点 所以8386点 量缩742亿元 好 各位亲爱的朋友 今天市场焦点应该是在 法国的战机 在遭受突击的所谓的击落 所以市场认为欧美股市会大跌 然后所谓的中东风云即将再起 也就是说昨天下午 昨天晚上之后 你看到所有的财经媒体 应该都是不断的告诉大家 法国的战机在叙利亚 然后被土耳其把他打下来 好 那大家觉得你今天 如果你今天打到其他小国就算了 你今天打到俄国 那可能对于应该是说 中东的所谓的政治氛围 这种所谓的紧张气氛会升高 所以昨天的 昨天欧洲股市 事实上欧洲股市 昨天是跌还蛮重的 好 昨天法国 法国跌1.4% 德国 德国也跌1.4% 好 也就是说昨天的欧洲两大股市 一个是法国 跟德国 跟德国昨天都是跌1.4% 好 以我们录音的时间点 各位现在投票 我们的节目是晚上8点到8点半播出 但是我们的录音大概是在下午4点多 就已经开始预录了 在我们录音的时间点 德国跟法国已经开盘了 股市已经开盘了 那我们录音的时间点 法国目前是上涨0.26% 德国目前是上涨0.1% 好 那这待会再聊 我们再跟你聊 国际股市 你应该如何去看待 不过一开始提醒所有投资朋友 就说从今天下午开始来讲的话 很明显 很明显可以感受到天气 已经开始明显的降温了 开始天气变冷了 如果家里有老人家 或者是有心血管疾病的投票 请您记得要保暖 毕竟来讲的话 上个礼拜那么热 你忽冷忽热就比较容易 第一个不管是感冒也好 或者是中风 他都是忽冷忽热引起的 所以请各位投资朋友 稍微要自己留意一下 好不好 好 那正式解盘开始了 各位亲爱的投票 如同刚才我们所讲的 在还没今天开盘之前 市场的氛围应该是 阿败啊 尤其昨天晚上 阿败啊 哇 欧洲股市大跌了 因为 土耳其你谁不得去得到俄国 然后又把那飞机把他打下来 那真的整个 中东的整个 应该是说 紧张的氛围气氛 瞬间的弥漫开来 好 那刚才我们讲过 昨天的德国跟法国股市都跌1.4%左右 好 那美国股市 开低之后拉起来 好 我们跟美国股市联动性比较高嘛 昨天的稻穷是涨19点 那时打是收平盘 所以大家可能就是 哎 松了一口气嘛 好 那 费城半导体 费城半导体哦 涨8点哦 费城半导体昨天涨1.28% 所以费半 昨天算是蛮强劲反弹的 好 特别 先撇开 我们是有马要跑 先撇开说 因为台股今天只跌14点 是因为 稻穷没有跌了 稻穷涨了 是因为 那时打没有跌 那时打是涨 所以我们今天才跌14点 特别这个可以讨论 我们先看一下 今天亚洲股市好了 南韩今天跌0.34% 日经指数今天跌0.39 好 所以还好吗 香港恒生今天跌0.4% 所以还好 上海中的指数今天跌 涨0.88的百分点 所以今天亚洲股市 不是只有台股相对抗跌而有 今天亚洲股市 基本上今天也都没有大跌哦 好 那刚才有讲过 很多人会因为 老师 是因为美国没跌啊 如果美国大跌 那可能就崩盘了啊 好 那这个我们来讨论好了 投票 如果假设啊 道琼不是涨19点的 假设 那时打不是收平盘 涨0.33点的 假设 假设哦 道琼每股是大跌的 那今天你应该怎样动作 老师 开盘就卖股票了啊 还怎样动作 好 真的是这样子吗 好 我知道今天市场嘉宁 应该在生计股跟太阳能了 好 这跟我们之前 节目节目讲的一模一样 大盘没有量人了 没有量人对于大型全职股 比较不利 大盘如果没有量人了 那基本上对于小型个股 比较活泼乱跳 好 不管是生计股 太阳能概念股 或者是 一些比较偏向 呃 中国农历年 接下来我们帮投票去追踪 好 就小型个股 大盘再没有成这样 像今天700多亿而已啊 外资不太可能 有很大的进出空间呢 所以 古本小的比较可以活泼乱跳 那本坡就是生计股跟太阳能了 好不好 好 生计股我的看法 我个人倾向生计股近期 已经有点在量滚量周管率 有点过过热的 所以你自己追高 又有点风行意识 好 当然我不想去当你财路 好 我只能告诉大家说 从今年的一开始 大概是在八九月 那时候我们第一次翻多的时候 我们推荐的第一档个股 是1789的神龙 神龙获利了结 若带为安 我就告诉你 我获利了结 若带为安 就这样子 那你自己如果要去追高 其他生计类股 像近期 你从下午一点半到晚上12点 几乎每个人都在告诉你 生计股 投资朋友 这个就是什么 这个就是 投资学上面所谓的 差协同理论嘛 也就是说 当你今天从下午一点半到晚上12点 几乎每个投资老师都告诉你 你要买生计股 号顶第二 神龙第二 或者是 终于第二的时候 那那个你自己就要有 在第一时间 如果他出现利多不涨 藏红 接近喷出的时候 你在第一时间 你就要有获利了结 若带为安的心理准备 你要追 我不反对 但是你要懂得 舍得在第一时间 砍股票 观念这样子哦 好 那回头过来 我们先讲大盘好了 投票 刚才我们讲一个道理哦 一个观念 如果俄国的战机遭受土耳其的攻击 昨天欧洲股市跌 那我们没有跌是因为 美国股市没有跌 所以今天亚洲股市撑在那边 就觉得 老大美国也没怎样啊 既然老大美国也没不为所动 那亚洲股市今天就反应得就很平淡 假设我们现在来推演了 沙盘推演 假设今天美国股市大跌 那你觉得今天大跌是买点还是买点 为什么问这个问题 投票 这是我今天节目的主軸 这也是我今天节目的焦点 头部怎样形成的 头部是利多不形成的 头部是利多不涨形成的 有没有印象 头部是利多不想涨形成的 所以在10014的时候 外资买超 五天买超1000亿 拱金融股 马拱起来 但是电子股只搭 大力光跟汉维科 所以上看1万1,1万2 结果市场完全利多毫无反应 所以头部是利多不涨形成的 底部是利空不跌形成的 好 但是底部除了利空不跌形成之外 底部也有一种形成的方式 底部另外一种形成的方式叫做利空加速赶底 例如像7203那时候 7203那时候市场有很多的利空 最后的利空是什么 最后的利空就是所谓的 盗琼那天跌了1000点 那市场跌了400点 7203那一天 所以一次引爆 利空加速赶底 利空加速赶底 本坡的最低点 台股近期11月份的最低点 8217点 那天是法国遭受恐怖攻击 好 法国遭受恐怖攻击之前有MSCI 调降台股的全职比重 有我们的出口衰退 好 有 呃 例如像一些 肺的可能会升息 所以利用法国遭受恐怖攻击加速赶底 好 所以你应该有某些的感觉 在观念 我这样讲好了 上涨过程中 如果现在是多头 好 如果现在是上涨过程中 头部一定是利多不长形成的 或者今天量滚量出现爆大量 长虹解禁喷出 那个叫做形成头部 头部绝对不是利多 利空把它打低下来的嘛 所以如果他今天是在上涨过程中 突然出现利空 那各位亲爱的头部 那代表什么 那是代表的是买点 因为头部告诉我们 你听到意思吗 头部告诉我们 他形成的方式 有 刚才讲过 第一个 利多不长 第二个 我利多很多 然后一直量滚量爆大量 然后突然出现 长虹解禁喷出 然后所有的散户 最在最高点 可能那一天的大盘成交量 或个股的成交量 如果你今天是操作个股 你就知道嘛 突然涨停板打开 然后一次涨停板 突然被一次人家成交量 可能就几万张或倒出来 那个叫做 利用长虹解禁喷出 所以头部的形成绝对不是因为它利空 可以接受吗 应该可以接受吗 既然它不是利空所形成的 那多头利到利空 应该是拉回找买点吗 多头啦 如果遇到利空 应该是拉回找买点 好 所以有这基本概念 再回头看 刚才我们讲的 俄国战机在 叙利亚遭受土耳其 把它打下来 好 如果 刚才我们讲过 是又马尔胖了 美国股市因为没跌 所以亚洲股市现在没什么大跌 假设万一不幸 美国股市今天大跌 那亚洲股市今天也会跌 那我的经验值 大概跌两到三天 那就是一个千载难逢的买点 我只能告诉大家 投票 我这样讲好了 我们自己操作股票那么久 上上礼拜是法国遭受恐怖攻击 这一次是俄国战机 被土耳其把它打低下来 这么多利空在这边 一直催炼催炼催炼 那为什么八千点就是不破 对啊 我们再把它角度拉大嘛 我们再把它角度拉远嘛 如果这边MSCI调降台股的全值比重嘛 费的不是也要升息了吗 连这些所谓的鹰派看法都变得 这些鸽派看法都变得比较鹰派了嘛 好 升息机率越来越高嘛 那为什么这边跌破葛兰碧大大法则之后的季线 为什么 他没有併败如山倒呢 就是撑在这边啊 我用量缩去足底啊 你听我意思吗 就说目前啊 我这样讲好了 投票 以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所有的新闻 不管是总统选举要到了 蓝绿二斗 或者是今天新闻好了 面板即将进入超级寒冬 面板业嘛 因为报价一直往下砍嘛 那IC设计又遇到所谓的中国红色供应链的问题嘛 好 就说目前你所能够看到所有的新闻 或者我举例好了 房地产目前也不好吗 房地产真的也不好 你目前所看到所有的新闻都是利空的 那为什么八千点这边不会破 我今天只是问你这个问题而已啊 你今天打开报纸的时候 看到所有的报章杂志媒体 每个人都告诉你 台湾不好啊 台湾不好啊 你所听到所有的新闻都是 比较偏向负面嘛 那为什么 为什么股市它没跌呢 它为什么八千点还是守得住啊 很简单 它用拉回量缩在足底嘛 调一下什么 它用量缩拉回量缩在足底啊 如果 成如大家讲的那么差 那早就应该崩盘了啊 我为什么不崩盘 所以 投票 我这样讲好了 上一次跌破际线 是法国遭受恐怖攻击 跌破 这一次跌破际线 台湾今天要破际线 如果是俄国战机 遭受土耳其把它击落 那我只能告诉大家 它这边很多利空在锤炼 好 你要不要做多 或者 我林红像这边告诉你说 这边是 本 今年度最后拉回的买点 你要不要相信 这个都可以接受 我还是那句话 7203那时候 我告诉大家 我说他如果沾上7203的高点 请您 怎样 准备好资金 准备好子弹 多头即将正式揭竿起义 有空翻多 那时候你可能觉得 老师 你也正下来 道琼跌了1000点 那是大跌400点 台湾跌 创下有史以来跌幅最多的7.5% 那时候你的氛围是这样子 所以你会观望 好 那投票 好 这样子 我这样讲 如果 再一个礼拜 再两个礼拜 8217点 如果没跌破 那你会不会 你会不会觉得 这边有机会 形成底部 你挺好意思 我今天跟你讲什么 你不需要去听 你也不需要 你事后去验证就好了 就像当初我们推荐 1789升龙 升级股 涨起来 平行很像涨幅 比我想象中来的大 我们在前阵子告诉大家 太阳能 太阳能这波涨起来 这个你都可以验证 1319东洋 这波涨起来 东洋今天有卖药出来 所以东洋可能会进入横盘整理 相信整理 这个你可能 要自己稍微留意一下 2377微星 好 我不是买微星 微星今天继续创新 刚刚我们之前是买技嘉 2376技嘉 技嘉获利导写 若带为安 我就告诉大家 若带为安 好 我今天是要告诉大家 就是说 这边这么多利空 你要不要利空 进场 在众人恐惧的时候 进场买股票 也许你会 老师 我怕 会怕是人性 那是合理正常的 我今天只是告诉大家 如果接下来一个礼拜 接下来两个礼拜 没有破这里 那他会不会有机会 在这边利用利空 不断的 应该是说 慢慢逐出底部来 好像有机会吗 调一出 所以我今天节目焦点 我们要开始做ending了 我今天焦点 只是告诉大家 大盘先没有量 所以他一定不会去拉全职股 你有这基本概念就可以了 一定是小型个股活泼烂跳 生计股跟太阳能概念股 是本坡的市场主流类股 就是这边胡泼乱跳 金融类股 它是一个控板护盘的工具 所以金融类股 你也不用去杀低 金融类股 你应该利用它跌的时候 你去承接 利用它大涨的时候 稍微做 获利了结 落代为安 所以金融类股 它会进入一个 相形横盘整理的操作 所以操作金融类股 就是 几掌几点反向操作 有这个概念就可以了 有这个基本概念就可以了 至于 其他族群跟个股 就是我刚才讲的 破界限 是不是葛兰币八大法则 最后买点 以我们这个时间点 不用去争辩 我对你只有一个小小要求 这个小小要求就是 你可以在观望 一个礼拜或两个礼拜 如果接下来一个礼拜 两个礼拜 法国遭受恐怖攻击 或者是俄国战机 被土耳其击落 这边他都不继续破底的话 那你就应该反推 这边是不是利空 淬炼出来的 另外一个底部区 就这样子而已 今天节目只有这句话而已 只要把这句话记得 今天节目就值得了 好不好 时间关系 我们进广告 电话 02-2570-5657 公司目前为优惠活动 希望你好好把握 我一直相信 股市能够让你赚钱 股市能够让你翻身 股市能够让你改善 家里的经济环境 我林红相 绝对是你投资路上 值得信赖你的好朋友 好不好 好好把握 本波拉回千载难逢的买点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欢迎再度回到 优质节目现场 我是亚洲头部林红相 下段大概剩下6分钟 我们简单二亚复习 今天盘式的内容 今天我的观念 只是想告诉大家 头部跟底部是如何形成的 头部形成 就是利多部长形成的 量滚量 然后爆大量 然后利多部长形成 然后开始编拜如山岛 这就是头部 底部就是利用 利空不跌形成的 利用利空淬炼杆底形成的 所以头部的形成过程中 绝对不是利用利空 把它打低下来的 头部绝对没有什么 用利空把它打低下来的 好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特别 我们再去回想看近期 近期11月份 11月份最大的利空 你大概能够想到的 都已经出来了 不管是所谓的 MSCI调降台股的全值比重 出口衰退 肺的 升息的几率越来越高 或者是法国遭受恐怖攻击 除了法国遭受恐怖攻击之外 那现在又有中东的紧张 气氛又升高了 俄国的战机在 被土耳其把它打低下来 你所能够预期 或者你所能够想象的 大概都已经在这边出来了嘛 对不对 好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我还是那句话 你所能够想象的利空 几乎在这边都出来了 那为什么八千点不破 真的啊 为什么八千点不破 如果这么多利空 那这个大盘应该是 兵败如山岛啦 那如果是兵败如山岛 那应该就是 不会有类股创新高啦 那投票 敬请 我们这样讲好了 升级股创新高 我想 你应该已经知道了 那升级股 我在这边 对各位有小小的要求 或者小小的叮咛 请您不要再去追了 你要去追 当然我不会去反对您了 就你自己的手脚要很快 那第一时间 如果量滚量 涨不上去 你就要砍股票了 我怎样这样告诉大家 这第一个 第二个来讲的话 以目前大盘成交量 这么小来讲的话 就是 升级肋股 跟太阳能小型个股 因为它价差比较大 比较有空间 好 第三个 我们现在看到很多个股 在近期创新高 不管是刚才我们讲的 升级股股 或者是太阳能 或者是 1319的东洋 AM汽车大厂 或者是主机版 微星 微星技嘉 在近期也都创新高 或者是像 主机版的 或NV的轴承 3376新日新 昨天爆大量 留一个很长的上影线 今天出现黑K棒 就说这么多族群 在这边创新高的过程中 或者像主机版 或者是像PCB的 3044的见顶 在这边 晶晶掌 涨不停 把它推升上去 我想表达 实际上 这个概念而已 多头才会创新高 多头才会创新高 空头不会创新高 所以这边跟10014市场的氛围 是完全不一样的 10014的时候 那时候是大力光跟汉维科 拉金融股 撑在山头上 结果 其他个股 兵败如山倒 我今天出版看了一下 2354的红准 这波已经拉回到72块 72.5 投票 红准在那时候 拉高到121.5 结果现在已经72块了 平概股这一波 几乎都没涨到 2474的可乘 目前是317 平概股在这一波 几乎应该算是 市场相对落后的概念股 你说真顶 4958的真顶 这一波也没有涨到 几乎都在90几块 这边做横盘整理 合硕这一波也没有涨到 在目前80几块 这边做相形整理 所以 我拉了一圈 只是告诉大家而已 操作股票 你应该知道 你在什么样的位置 现在大盘的位置 就是没有量 没有量 对平概股就相对比较不利 因为他们全值大 好 那这段时间 市场的焦点 就是在太阳能 跟升级股 但你要举一反三 好 升级类股 我个人比较 不建议各位去追 因为这边有很多个股 他们有基本面 亏损的 也是利用这一波 操作起来 那自己要危机一事 不要像上一次的 3D列印一样 很多人都告诉你 3D列印如何如何 结果追高之后 踏牢了 我觉得那比较可惜 你应该去留意 比较基本面的 升级类股 或者是有基本面的太阳股 我个人觉得 未来空间比较有利 好不好 那再次叮咛 这个时间点 请您要去留意什么 留意 中国农历 感恩节应该是不用去讨论了 感恩节应该已经 这个题材操作过 操作了 夜旦节你可以去留意 但是我个人目前是比较偏向 在中国农历年 股本小 活泼乱跳 这些族群跟个股 好不好 那容许我们保留一点点 整个都讲光了 那就不好玩了 好不好 时间关系 我们进广告 电话02-2570-5657 公司目前为优惠活动 希望你好好把握 那再次叮咛 天气真的 蛮明显的 变冷的 请所有同志朋友 去注意保暖 好不好 就祝你 操作顺利 我们明天见 拜拜